如果說你今天輸出的話 要剛剛好 我們分階段來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按一下確定 如果按一下確定 這個就是辦法才跑出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介面上面其實也是一樣 請各位一樣就是 反正就開一個新的檔案 那個新的檔案一樣是HTML5 按個建立之後的話 一樣在這邊 建立一個空白的 也許你這邊 Body跟Body中間這邊 一樣在插入一個頁面 JKMobile的頁面 頁面的話 也許你這邊 只要頁鎖就好 那這個名稱的話 你選一個叫HOME 基本上 在上面的話 你在輸入那個 比如說這個是3-11的 這個99乘法表 裡面的話內容 請各位自行再加入那個 大概兩個元 兩個東西 第一個 上面的你也是一樣 加上一個確定的按鈕 這個前面我想我們都講過了 所以那我這個名稱的話 我叫做CAL OK 那連結到哪裡 一個頸 就空的連結 然後呢 這個一個按鈕我想 做一個比較陽春的 那底下的話呢 我們就是再增加一個 DIV 或者你用P也可以 那DIV特別注意 我這邊用一個P 或者你這邊前面有忙用DIV 如果你用DIV跟P 其實最後出現的結果 應該是一樣的 OK 我們就是這邊改 前面DIV後面就DIV 或者你用一個P也可以 一個段落 那如果說我將來呢 我希望在這個段落裡面 顯示一些東西的話 那記得頂多就是說你需要 然後 跟這樣應該 跟這樣 這個DIV本身就是了 記得在這個DIV 這個DIV上面 多增加一個ID 那也就是說我將來 我的資料呢 可以把它顯示在這上面 那顯示在哪裡 顯示在一個DIV 那特別注意 這個DIV是網頁裡面的DIV 所以其實也是用網頁 拿來什麼 拿來當成是APP的一個 顯示的介面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做完之後 當然按個即時 理論上一定是 一個上面的名稱 就是我的那個Head 上面有這個 再來的話 底下有一個Button 我希望這個按鈕 按下去的時候呢 它可以幫我把99層發表 顯示在這裡面 那顯示在裡面 當然會有幾個可能的問題 包含就是說 我這邊先做一個是 我先做一個是 那個 還沒有排版整齊的 OK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我只是怎麼樣 把這個99層發表裡面的資料給輸出 那輸出部分的話 當然會牽涉到有關列跟藍的問題 那這個前面也有講過就是 我們前面是 陳述 後面是被陳述 然後等於什麼 等於兩個相乘的結果 那我希望 一 所以這一列 基本上 全部都是什麼 全部都一開頭的 那一開頭其實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是I 所以我們會有個回圈是I 那如果再讓它往右跑的話 後面這個其實就是我們來追 所以其實基本上就是把I乘上 所以中間有串接追 那等於什麼 等於兩個相乘的結果把它擺在後面 所以這個中間就把它最後相乘的結果 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後面 那頂多後面呢 再加上一個什麼 所以你這邊後面 再串接一個什麼 空白 因為必須要怎麼樣 把這個空白補上去 不然的話 它中間會擠在一起 那最後的話 需要一個換行 換行 所以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會比較簡單 我們直接接下來來看 所以第一個這個地方 第二個你可以拿之前上課的 我們之前的這個範例 其實就是這個11的 所以基本上跟前面類似 只是說請各位把那個 第11的這個部分 把它做個修改 那前面我們大概就是 我們有一個click事件 然後當click之後呢 執行這個 應該是這個 11 那輸出的話呢 特別注意 其實這裡面基本上 需要改的地方還蠻少的 裡面的話當然 I等於1 當它小於等於9的時候 進入回圈 然後呢 再來追 當它小於等於9的時候 那輸出的話特別是 這邊會多一個什麼 MSG 這個變數 這個變數是一個自串變數 所以前面我出實話 是先塞給它一個空自串 等於什麼呢 等於自己本身 再串 再串接什麼 後面的東西 因為這個地方我少了一個 最後箱層 所以等號 等於什麼最後 因為之前那個alens 寬度不夠 所以沒加 最後你會發現 再加一個換行 那特別注意 因為我要輸出的是 輸出到alens 但是現在喔 特別注意喔 我要輸出的是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一個DIV alens 你可以用這個 但是DIV 它是一個網頁裡面的元素 所以你輸出的話 如果你輸出一個斜線N 它不會換行 怎麼辦呢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喔 記得要把它改成 如果你要輸出到DIV的話 記得要改什麼 對 你要改一個BR標籤 這個地方如果你沒有注意到的話 你輸出會發現不會換行 OK 那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說空白喔 其實空白在網頁裡面喔 也不是直接空白喔 你可能要用別的方法喔 所以這個地方 請各位試做看看喔 就是第一個 先把 介面先做出來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程式該如何執行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這就是從那個 之前的JavaScript 我們的 第11個範例這邊拿來改 其實大概也差不多的流程 第一個就是說 當我按一下那個按鈕啦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那個按鈕的名稱 叫什麼 你可能要改一下 因為我這邊的名稱喔 我把這邊的名稱 取名叫做 這個名稱我叫做CL 所以將來的話 你要去註冊的話 在程式裡面的話 這邊一樣喔 我要選舉它的時候呢 一樣就是CL 那前面是JS12啦 所以這個地方要改一下 當它被click的時候 執行這個方法 也是CL 所以把它寫在下面 那下面這一段的話 基本上是 把前面這個 特別追喔 把它拿來做修改 那有哪些地方要更改喔 那第一個 你可能複製貼過去的話 這個名稱要改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 就輸出的時候 你當I跟J這個不用啦 最後這個Message這個地方 我們只是把它的1乘1 後面沒有等於多少 所以你必須要補上那個等於多少 然後呢 空白的部分跟換行部分喔 在網頁裡面是不一樣的喔 如果你用空白喔 它不會空白喔 所以在網頁裡面 你必須要把它做個修改 那哪些地方要修改 我們先把這個先 貼過來好了 假設貼過來 後面請各位自己再補上什麼 補上那個 就是 把這個地方貼上 Ls這個部分敘述先拿掉好了 Ls 反之的話 因為我這邊有多一個 多一個邏輯判斷 就判斷說 它到底那個 輸出的時候 到底是不是 把這個先拿掉 邏輯判斷先拿掉好了 假如說我先沒有一個邏輯判斷 直接輸出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你可能有幾個地方要做修改 第一個就是說 剛剛講過 那個跳脫字緣喔 那個 反斜線N 記得要把它改成BR OK它才會換行 第二個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這邊是空白的話 因為我在 1乘1等於1 後面有一個空白 這個空白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今天喔 是在那個網頁 DIV裡面的話 記得喔 這個空白喔 你這樣直接空白 它有時候不會空白 那你要怎麼 才是正確的 網頁裡面的空白喔 這個地方喔 可能你要記一下 基本上你會發現喔 其實網頁裡面的空白 是就是這個 AND NBSP 分號 當然不就是你怎樣 把它Ctrl-C Ctrl-V 貼上 貼到這邊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 其實我覺得 Juneweb裡面 有個還蠻好用的 還蠻貼心的 有沒有 如果說你那個換行喔 假設不知道要怎麼輸入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什麼 這個在 Juneweb裡面有個插入HTML 有個特殊資源 就會有個叫 不斷行的空白 其實從這邊也可以啦 有沒有 或者你從底下 複製貼過來可以 那這個地方呢 就會自動幫我做一個空白 特別是喔 如果你今天是 網頁的元素的話 記得就是 要用網頁的方式輸出 可是如果你今天呢 是 就是一般性的表單 那你就用一般性的表單 輸出喔 所以這邊的話我把它及時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輸出 其他大概沒什麼改到 把它輸出 給各位看一下 及時一下 理論上按下去喔 欸這個時候呢 我們輸出 那你會發現呢 就是1乘上1 等於後面相乘的結果 空白 然後呢 再第二個 那這個是I等於1的時候 J的話是1到9 再來換I等於2的時候 然後呢 J也是1到9 OK 然後輸出結果 可是呢 這邊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好像雖然輸出了 看起來好像也還好 可是喔 有時候吹毛求疵一下 就會覺得什麼 他好像那個排版 就是感覺好像 排得不整齊 所以我們要什麼方式喔 可以讓他排整齊一點點 那其實排整齊一點的話喔 其實你可以去分析啦 為什麼會不整齊 的原因在哪裡 為什麼呢 主要影響的應該是哪裡呢 其實你會發現喔 其實會影響的喔 應該是 前面乘數跟倍乘數 一定都1到9 這個應該都固定的位置 那會有影響的應該是 最後相乘的結果 如果這個相乘的結果喔 他是那個什麼 兩位數的話 他就這樣兩位 兩個位置 所以呢 我們怎麼樣呢 如果說他兩位數 那就不需要補什麼 補空白 可是如果說他是一位數的話 兩個相乘的結果 如果是兩位數的話 不用補 可是如果是一位數的話 那我就要補什麼 補空白給他 不然的話喔 沒有補空白他怎樣 他就會變成他比較短 兩位數比較長 OK 應該可以 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那可是問題喔 欸 要怎麼補 補在哪裡 其實這個很簡單啊 只要在 輸出的時候 做一個邏輯判斷 欸 那邏輯判斷該怎麼判斷 比較簡單 其實就是判斷什麼 他是一位還是兩位 如果兩位就不補 一位就補一下 他邏輯試試看 我想各位先第一階段 先把這個 九九層罰表 先輸出到那個DIV裡面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喔